大家好,上节课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下OpenStick的架构和核心组件 接下来我们详细介绍OpenStick的核心服务,计算服务 计算服务Nova是云计算系统的结构控制器 它的功能是根据用户需求提供计算服务,配置虚拟机规格 负责对虚拟机进行创建并管理虚拟机实力的整个生命周期 包括创建、删除、迁移虚拟机、创建虚拟机快照、虚拟机扩容等 Nova本身不包括任何虚拟化软件 但它可以通过与虚拟化技术有关联的驱动程序来集成许多常见的虚拟机管理程序 它通过Liver的API与被支持的虚拟及监控程序交互 通过Web服务API对外提供服务 Nova采用的是无共享架构 这样所有的主要部件都可以在不同的服务器上运行 分布式设计依赖于一个消息对联 来处理组件对组件的异部通信 这张图显示的是Nova的功能架构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 Nova云架构包括以下主要组件 API服务、消息对列、计算进程、调度程序、网络管理和卷管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组件的主要功能 API服务负责对外提供一个与云基础设施交互的接口 也是外部可用于管理基础设施的唯一组件 API服务接受请求 然后将任务通过消息对列 委派给其他组件 而消息对列是为Nova中所有组件提供相互通信 相互协调的一种手段 是所有Nova组件都共享和更新的一个任务列表 这些组件使用AMQP协议以面向回调的方式进行交互 计算进程Compute是Nova的一个守护进程 用来管理实力生命周期 通过消息对列接受实力生命周期管理的请求 并承担操作工作 调度程序Scheduler是Nova的另一个守护进程 它通过适当的调度算法 从可用资源池获得一个计算任务 确定为虚拟机请求分配哪个计算主机 网络管理 用于处理主机的网络配置 包括IP地址分配 为项目配置虚拟局域网 实现安全组 配置计算节点网络 券管理 用来管理基于LVM的实力券 实现和券相关的功能 例如新建券 删除券 为实力附加券 为实力分离券等 云计算服务需要采用虚拟化技术来实现 各种不同的虚拟化技术都提供了基本的管理工具 在构建云管理时 如果采用混合虚拟技术 上层管理平台 比如Nova 就需要对不同的虚拟化技术 调用不同的管理工具 解决这个问题 常用的手段 就是在虚拟机和云管理中 设置一个抽象管理层 用来提供标准接口 实现统一管理 Nova通过使用Livot来实现这一任务 从而对虚拟机的生命周期进行管理 Livot是一种实现虚拟平台交互的工具集 它为所支持的虚拟机监控程序 包括Zen、KVM、QEMU等 提供一套通用的API编程接口 支持与C、C++、Python、Java等 多种主流开发语言的绑定 因此Livot的主要目标 就是为各种虚拟化工具 提供一套方便、可靠的编程接口 用一种单一的方式 管理多种不同的虚拟化提供方式 Livot提供的功能包括 虚拟机管理、远程机器支持、存储管理、 网络接口管理和虚拟网络 虚拟机管理包括不同领域的生命周期操作 如启动、停止、迁移等 支持磁盘、网卡、CPU等多种设备类型的热插拔操作 运行Livot的程序的主机 可以用来管理不同类型的存储 创建不同格式的文件镜像 可以管理物理和逻辑的网络接口 管理和创建虚拟网络 只要机器上包括远程机 运行了Livot的后台程序 所有的Livot功能都可以访问和使用 在云管理中 使用Livot使虚拟机管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两张图显示了不同的虚拟机管理方式的区别 左图描述的是 没有使用Livot的虚拟机管理方式 可以看到在Linux主机上 直接运行了虚拟机监控程序 并基于相应的虚拟化技术 创建和管理虚拟机 右图显示的是 采用Livot后的虚拟机管理方式 这是Livot提供的从远程应用程序 访问本地域的方式 Livot为受支持的虚拟机监控程序 比如QEMU、XEM等提供通用API 支持各种虚拟机监控程序的可扩展性 图中也清晰地描述了Livot API 与相关驱动程序的层次结构 好,关于计算服务的内容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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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